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瑞士和平峰会于6月16日闭幕 80国家签署瑞士和平峰会宣言 沙特阿拉伯、泰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国 列入支持乌克兰和平峰会最终宣言的名单 但这些国家出席的峰会 世界共有92国家参加6月15日到16日举行的瑞士和平峰会 57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出席 其中有43个欧洲国家参加和平峰会 37个欧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出席 瑞士和平峰会的指向与意义具有无比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次和平峰会规模格局之宏大史无前例 将成为人类21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文明联席会议 形成共识之后将制定未来世界的新秩序与新规则 本次峰会将会推动并完成几个任务 首先会形成要求俄罗斯侵略者 必须无条件的撤军的国际合力 建立统一立场的全球性反侵略 与援助乌坎联盟 其次是签订未来世界政治与地缘新格局 出台相关的符合人类共同安全诉求的 新的文明国际秩序 以此作为新的联合国章场 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 第三 参会国家将以本次和平会议的政治立场为基础 划分阵营 根据阵营调整彼此的政治与外交关系 并决定其国家在未来世界的科技 经济技术市场份额与地位 最后本次和平峰会将形成对侵略者 及其帮凶针对性的制裁草案出行 镇购乌克兰以及加沙战后重建的蓝筹股 并加大对这两个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 如今的国际秩序是亚尔塔体系 也就是在二战亚尔塔会议上所确立的 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 而瑞士和平峰会将翻开人类文明历史的更新篇章 无论是刚刚过去的这期峰会 还是昨天已经结束的瑞士和平峰会 乌克兰抗战英雄泽连斯基依然占据C位 在多达近百国家参会的瑞士和平峰会上 作为耀眼的世界政治明星 仍然是坚决拒绝避难逃亡 勇敢带领乌克兰全国人民 奋勇抗击俄 奋勇抗击俄击侵略的总统泽连斯基 因此 就乌克兰人民英勇抗战的主题 本次全球性瑞士和平峰会 既是国际政治席文制定大会 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事实大会 具有如下极其重要的意义与指向 一 本次峰会将大力倡导 现代人类的契约精神与文明精神 确定以世界主流意识形态 为导向的国际价值观 拒绝灰色和平理念 形成坚决捍卫 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法案框架 二 本次和平峰会将彻底否定 以土地换和平的随定主义 强调主权领土的神圣与不可侵犯情 拒绝任何单方面改变地缘现状的军事行动 与政治冲突 三 本次参加瑞士和平峰会的国家 将结成一个更新的联盟 针对世界各国在本次俄乌战争中的立场 调整与其国家的政治 外交以及经济关系 而俄罗斯侵略者将遭到地球村的业主 集体性的孤立 甚至群肉 支持俄罗斯侵略者国家的话语权 也会被削弱 并在未来的地缘纠纷中得不到任何帮助 四 本次瑞士和平峰会上 参与和平联盟的国家 将共同的遵守对俄罗斯 以及泛俄国家制裁与进出口管控 减少与其经济往来 降低泛俄国家在国际商业活动中的订单 以及市场投资份额 由参加瑞士和平峰会的联盟国 取代其在国际市场地位 五 参会并在会后形成和平联盟的国家 将根据阵营提高 对泛俄国家科技管控 以及获取高新技术的难度 迫使其在内循环中陷入持续性衰退 另外 和平联盟国家将减少与泛俄国家 在文化体育等方面交流 烫倒本国人民远离泛俄国家 重创其文旅市场 六 参与峰会后 和平联盟国家特别是占据着科技与经济制高点的欧美国家 会加快与泛俄国家脱钩锻 及产业转移的速度 提高其产品进入欧美甚至国际市场难度 迫使其退出国际市场 七 参与和平联盟国家形成的军事与经济一体化 矛头将直指泛俄国家 并为长期与其抗衡开始做准备 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直到一方轰然倒地为止 把道不同不相预谋 俄罗斯侵略者与支持俄罗斯侵略者的国家 将被世界主流文明 踢出各个国际群联 从而导致其在内循环中陷入可持续衰落 最终极贫极弱 将这些针对破坏和平者的意志与共识 将在瑞士和平峰会形成规则并获得通过 然后出台由一百多个国家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 并向全球发出公告 如果你攀桌盘就会在餐桌上 美帝国务卿布林肯说过的话绝非危言俗提 现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世上的所谓智者永远都会对自己 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位 清楚自己属于世界 而并非世界就是自己 瑞士和平峰会上 欧盟及北约主要国家能老人谈言 我们将为了乌克兰和欧洲的未来 结束这场战争 与俄罗斯侵略者 火挟的时刻已经结束 俄乌战争打到今天 无论俄粉怎样哀嚎 大鹅被盾已无任何悬念 现在重点是怎么盾 以及盾鹅以后 世界会如何布局 瑞士和平峰会就会解决这个布局的问题 举行峰会之前 瑞士和平会议举办者向全球160个国家 发出了邀请 当时预计全世界可能会有140个国家参加 会有约90位国家元首亲临现场 参加峰会的国家人口占全球70%以上 经济总量占比超过80% 尤其是科技实力占据全球98% 外贸和技术市场占比81% 从这些硬件实力可以看出 毫无意义 瑞士和平峰会是世界文明国家的大聚会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盛大的聚会 瑞士和平峰会将会出现第二个布斯坦公告 要求俄罗斯侵略者无条件撤去 并且必须赔偿战争损失 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将接受海牙国际法庭的审判 如果侵略者在置之不理 那必将受到全球文明国家的群而无 直到乌克兰境内没有俄罗斯侵略者的一兵一组 这是美欧及全球文明国家早已达成的共识 时至今日俄乌战争根本没有和谈的任何可能性 瑞士和平峰会将不再遮遮掩掩 将会彻底的与侵略者摊牌 瑞士和平峰会还将成为世界阵营的一架分水岭 会后的世界格局将会重塑 包括参会国家将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 在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 逐步的取代联合国 瑞士和平峰会 标志人类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即将诞生 会后的世界未来虽然充满不确定性 但人类文明的进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打 世界格局将被重新定格 邪恶将被消灭分化 我们一起将见证这个伟大的文明历史时刻 一位乌克兰军官谈抵抗的意义 自由的消亡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我们没有办法把自由通过血脉传给子孙 我们必须为他而战 保护他 将他交到后代手上 而我们的后代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情 否则终有一天 我们将用我们的暮年时光 来告诉我们的孩子 与孩子的孩子 当人们还拥有自由的时候 这个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 最可怕的结局莫过于此 人们会忘记还拥有自由的时候 这个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 就像1984里的世界一样 没有人知道自由是什么 所有人使自由为最坏的毒草 可怕的不是把自由作为奢侈品 这只是可悲 可怕的是 人们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 而这就是乌克兰还在抵抗的意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成节目 不妨给大成一些打赏 伪正影发声 感谢一路由你